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世纪电视台 我是杨小梅 今天是8月23日 首先为您报道社区新闻 上个周末又是一个艳阳天 芝加哥台美商会和北伊华人协会的年度野餐烧烤活动 于21日和22日相继登场 芝加哥台美商会的烧烤 一向都是给人很多的惊喜 烤龙虾已经成了固定的manual 那么今年还有哪些特别的呢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首先我们一起到Lyle社区中心公园 去看一看台美商会的烧烤活动 今年台美商会的夏日烧烤野餐 最特别的就是烤全猪和烤全羊 据主办人前会长吴明也介绍 新鲜的猪羊头一天晚上从印第安那拉回来 当天一大早就开烤 足足烤了四个多小时 可见主办人为烧烤活动所付出的心力 另外还有30只烤龙虾和主亲口花线等等 再配上前会长吴慕云 和吴明也提供的各式口味的啤酒红酒 会员及会员之友约150人玩得相当的开心 我们主要的目的在把整个商会 还有我们的朋友把整个家庭带到我们的会里面去 大家享受一些家庭的生活乐趣 这就是我们的主旨 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商务组组组 出带了王振福出席了烧烤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创办的独立媒体大绝时报 免费提供读者全方位实施追踪和最新的观点分析 深度报道中国大陆实情 促进不同观点不同背景的华人交流与理解 目前已发展成为海外发行最广 发行量最大的免费中文报纸 美中大决时报 发行美国中部14个州 广告覆盖程度高 效果显著 美中大决时报 广告业务电话773-886-0346